大家好 欢迎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好 今天我们先来跟大家聊一下 接下来11月最初 大家注意到一件大事 美国的总统大学 现在倒数计时不到10天了 那现在的选情 可以说非常的胶着 有媒体 这美国的CNN 最新的民调说这地方 贺锦丽现在有50%的支持率 川普48% 看起来贺锦丽稍微领先 但是幅度非常的有限 而且因为美国的选举 大家知道很特别的选举人质 所以你就算总得票数稍微赢一点 如果选举人票输了 这地方还是输 那现在又有人认为说 这个目前这个最关键的七个摇摆州 川普是领先的 所以又有这地方其他的媒体 像经济学人就说 现在川普已经超前了 胜险几率现在已经达到多少 54%超过了贺锦丽了 那这种状况到底谁这地方能够问鼎 美国总统的大位呢 这个部分我们这个目前 当然就是这个继续观察 那对投资人来讲 现在最关心的应该是什么 当现在美国总统大选 倒数计时的时候 川普跟贺锦丽 到底他们的政见有什么不一样 重点是对股市来讲 谁当选会对股市比较有利呢 那大部分的人看法 可能会认为说 这地方贺锦丽 听起来比较安稳一点 对股市来讲比较有利 包括一些经济学家也跳出来 力挺这个贺锦丽 认为说川普当选会造成一些 经济上的一些危机困扰 但是我先讲我的结论 我看法稍微不一样 我认为贺锦丽如果当选 看似有利股市 但是要小心 有钱人可能会撤出 或者是卖股求限来缴税 那对美股来讲 就有可能变成短多 中空的一个危机 反而川普当选 大家最担心的是 他会不会取消台积电的一个 这个补贴66亿美金 看起来对台积电不利 但是其实川普当选 我认为反而对美股有利 那对股市来讲 就可能是一个短空 但是长多的格局 唯独要留意的是 会不会造成全球贸易壁垒的加剧 那为什么这么多说呢 这就从这个地方 贺锦丽跟川普 来比较一下 他们政见 在经济方面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最大不一样 大概就是在税收的政策 那贺锦丽的税收政策 如果他当选推出来的税改计划 是准备大幅度来加税的 其中包括个人所得税的部分 最高税率现在是37% 计划提高到39.6% 就是如果你的税率 是使用最高级到 现在磕37% 100万每年要缴37万 到时候要提高到多少 39.6万 这个最高税率提高 那再来不止 如果你总资产超过了1亿美金的个人 那税率将会从最少25%起跳 就算你这地方收到的 这个所得不多 只是你资产很多 你都要25%起跳 而且包含要征收所谓 未实现的资本利得生税 什么意思呢 就是假设说 你手上有大笔的股票 例如说NVIDIA好了 你没有卖掉这个地方 只是抱着股票而已 并没有实现获利 对不对 可是贺锦丽的税改政策 就说了 你就算没有卖掉股票 但是账面上你有获利 那这个所谓的 未实现的资本利得 也要来给你磕税 这是所谓的资产超过1亿美金的个人 税率从25%起跳 而且要征收 未实现的资本利得税 那再来如果年收入超过了 100万美金的个人高所得 那长期资本利得的一个这个税率 例如说证券所得税 也从现在的20% 大幅度提高到多少 28%上去 你看到这地方 对个人所得税 尤其对有钱人的部分 都有大幅度加税的动作 那另外对企业的部分呢 现在的税率是21% 这是在2017年 川普的税改政策降下来的 那也准备大幅度提高到28% 对企业税这地方也要给你加税 所以整个贺锦丽的税收政策 简单来讲就是两个字 加税 包括对富人 包括对企业 都有这种加税的动作 好 那反而川普呢 川普他上一次当总统的时候 在2017年提出了一个 2017年的减税法案 企业所折税降到了21% 那他说如果当选的话呢 这个2017年的减税法案 明年要到期了 就会继续延长 甚至呢 这地方还要下调 现在21% 再调高更低20% 甚至15% 甚至这地方会把减税法案 有可能永久固定下来 就是以后不管谁当总统 都不能改了 那这是川普的一个企业税的部分 准备继续往下降 那个人所得税的部分呢 维持不变 但是有变的还有哪里 关税的部分 进口关税 如果你是其他国家的一个海外 进口到美国去 关税税率现在10% 准备要提高到20% 那再来呢 中国的部分呢 这个税率更是大幅度提高到多少 60% 所以说你看到他很明显是这样 扩大减税 但是税收 转少从哪里来 就从提高关税来 所以这个部分 各位投资朋友关键来了 那我之前其实都提醒过投资朋友 一个国家的一个这个经济政策 如果是以追求经济成长为主 那这个股市通常都是不会太差 反过来如果是要追求公平正义的话 那这个股市通常不会太好 所以你看到贺锦丽 为什么要针对富人加税 为什么要针对企业来加税 都是追求公平正义 这样的状况 你认为对股市会好吗 所以我才说 看起来大家觉得贺锦丽 好像比较安稳 对股市应该比较好 但是呢就要小心 会不会有钱人担心 这地方 你要拼命的这个加我税 我钱就出走了 对不对 或者是呢我这个地方 每年这个资本利得 没有卖股票也要缴税 那钱从哪里来 那只好去卖股求限来缴税 所以对股市 我说可能就变成一个短多 中空的可能性在 那川普当选 看起来大家担心对台积电不利 但是他其实对美股来讲 降税这对刺激经济是最有利的 那这样子状况 美股反而就是可能短空长多 那所谓对台积电不利 我昨天也跟大家讲过 其实台积电能够有现在的市场的一个 这个龙头的一个地位 他靠的是美国的补贴吗 从来不是嘛 对不对 所以就算这地方川普 我认为他取消台积电补贴的可能性不大 就算有 那股价如果急跌 对投资人来讲 说那个影响就是一时的 对投资人来讲 反而是你又要把握的机会了 跟大家讲过 那对美股来讲 当然如果这地方川普继续降税 对美股将来是一个走多的格局 美股走多对台股来讲 当然也都会有带动上去的作用 唯独要注意的是 如果说全球贸易壁垒加剧 到时候谁能受惠谁能受害 可能要再仔细的观察 这一点是针对美国总统大选的选情 对股市的影响 今天先提一些看法给大家 好回来继续来谈到台北股市了 那大盘指数的部分 这一波已经从19662的一个低点 那时候跟他提到 重挫4700点 底部讯号出现了 开始一路的涨上来 涨到23000期 那现在呢 靠着台积电突破1080创新天价之后呢 台积电目前我也说过 很有机会这波站稳千元之上 那未来会涨到哪里 高点不是预设立场 只能这地方观察 有没有转弱讯号 有的话当然就要小心了 那目前我都跟他讲过 没有转弱讯号 但是涨多休息整理 对不对 那这个未来都还是有机会 继续走高 那当然有护国神山站 大盘也就没有立即反转的危机 前两天大家跌下来 有点担心了 今天马上又涨上来 今天收盘涨了155点 对不对 目前就是这样高档先做来回震荡 没有立即反转危机 那等待台积电什么时候又登高一呼 继续的往上带动上去 又有机会来挑战24416 这个看法目前为止都没有改变 但是要小心的是什么 小心的是在从大盘 因为从8月6号的19662低点涨上来 已经涨了11周 那周KD也已经连两周 在80以上的高档 再强调一次 不是说大陆80以上就一定跌 对不对 你看这里也是怎样周KD到了80以上 那股市也从2万点又继续涨到2万4 又涨了4000多点上去 但是这个地方不是代表一定就会跌 只是说这里高档会有这地方警戒的讯号出来 毕竟股市已经不在低点 所以对长线大户来讲 最近买盘会比较缩手 因为长线大户那时候大盘重挫4700点 跌到19662 我跟大家讲过底部讯号出现 其实很多长线大户也都知道那里叫底部 早就在这里买好 或是跌到20922那时候股市急速拉回 人家也都已经买好 那现在已经涨上来了 对不对 自然就不会在这边积极的追价 那造成了长线大户买盘缩手 只是他没有撤退 他只是缩手 那现在就是轮到短线大户来掌控盘势 会造成肋股轮动的速度越来越快 所以我说过重盘 高档来回震荡 震荡格局不变 变得是投资朋友的心 如果你心不定 一下子大涨你才要追 一下子急杀你又砍 很容易反复受伤 而且肋股轮动速度越来越快 你到处去追高强势股之后呢 很容易就变成什么 满天专金条 一追又套牢 最后就变成我讲的垃圾盘 你看到指数涨以为有赚 结果都是赚指数赔价差 这是这个阶段的行情 特别要接下来注意的重点 所以接下来的行情操作难度 我说过会比较高 对波段的投资朋友来讲 记得我们要做波段 要找有成长 有存股价值的好股票 但是不要在大涨的时候去追高 趁着拉回的时候 逢低减便宜 等到大涨上去 大涨涨停创新高 就是等着赚钱就好 这样才能够在股市当中 真正的掌握到获利的机会 所以在接下来要掌握什么样的股票 有机会大涨呢 那我们就特别来锁定 未来有哪些题材 那上个前两天也跟大家提到过 接下来特别注意的是 10月底 苹果准备举办的第二次秋季发表会 上一次是发表iPhone 16 那这一次的重点 包括Mac mini 迷你型的桌上电脑 iMac这地方整核心的桌上电脑 iPad mini 7 这个平板电脑 还有MacBook Pro 这个笔记型电脑 这才是这一次的秋季发表重点 所以带动上来的族群可能又不一样 当然台积电的部分 这一次所有的一个相关MacBook iMac iPad 都会搭载到台积电 帮苹果生产的M4晶片 WiFi 7预计也将会成为这一次MacBook iMac以及iPad的标准配备 PCB的部分 这个当然不管什么电子产品 一定都会用到 那有打入苹果供应链的 华通 真顶 台光电 星星 台骏 这都继续来做留意 光学元件的部分 茂林 KY 瑞宜 电池的部分 辛普 顺达科 以及机壳的部分 可乘 以前这个地方已经撤出了iPhone供应链 但是MacBook 笔记型电脑的机壳 还是由它来做主要提供者 这是里面最主要的相关受惠者 那我们就去从里面去挑出来 有没有业绩真的在成长的好公司 趁着股价拉回来 找寻找减便宜的机会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上一次推荐 上个月推荐大家谁 茂林 KY 不就是发现到 屏盖股里面 它这地方深耕了光学核心技术 现在是苹果的导光元件 主要供应商 另外新产品也应用在车用电子 医疗科技比重也都在提高 提供业绩成长动囊 所以上半年的获利倍数增加 7月营收又将近这地方 20个月的一个新高 启动了成长动囊 你看我们要做波段就是这样子 不要说只有题材 要能够找到真正有业绩成长 最好有存股价值的股票 这样的股票你做波段 你才能够买的安心 抱的放心嘛 对不对 然后这地方会来业绩 有机会更上一层楼的时候 趁着股价低档出大量 量能转强 外资在这里持续翻多买进 股价刚突破颈线 短中期均线站上起张垫 这样的个股趁着拉回 就可以把握逢低布局的机会了 有没有 那时候9月4号 大盘因为日股的重挫 那天大跌了999点下来 我们也是在那天建立会员朋友 逢低买进 有没有 帽林KY 64.3以下按照计划逢低买进 最低有63.5可以买 买完之后 这个9月4号买进 9月5号涨停创新高 不就等着赚钱了 9月11日再拉涨停 再创新高 现在就是等着赚钱就好 所以你看到很多投顾老师 带会员做股票 都是到处追逐涨停版的股票 你会看到我们是怎样 锁定有成长的好股票 然后趁着拉回的时候 逢低减便宜 等到涨停创新高 这样才能够真的赚得到钱 对不对 那再接下来 当然帽林KY上去了 有没有像帽林KY那样 股价在低档 刚准备在地方低档出大量 让人转强 法人筹码 法人买超筹码转强 正准备站上起涨点的股票 我们也发现这一档 同样苹果供应力的部分 现在来自于美系客户 当然苹果最主要 订单持续增温 营收也连续四个月 两位数成长 持续在启动成长动能之中 并且透过了并购 也同样积极在进军车用 跟医疗的一个光学元件领域 现在有机会站上起涨点 像这样的个股 我就会建立投资 朋友趁着最近有拉回来 我们逢低来减便宜 等到哪一天又涨停 创新高上去 就可以等着赚钱了 所以如果说想做波段的 记得今天跟着我们 拨下希望的种子 明天就有机会享受快乐的果实 这是针对波段的部分 那当然对短线上来讲 如果投资波想做短线 我都说其实最好的操作策略 就是跟着我们采取快打当冲作战 发挥盘中满手赚了就走 盘后空手高枕无忧的优势 再强调一次 我们做当冲 不是要叫你去一刀穷 一刀富 一刀劈马步 而是要用当天的进出 帮大家严格控制风险 避免说你每次都是股价 涨了一大段 你才要去重压 你要跟他流仓凹一把 拼一把 结果碰到股价 跳空洞中错 跑都来不及跑 就像前两天有一档股票 飙上去的时候 买都买不到 谁做第三方支付的绿街科技 前几天涨停板 追都追不到 昨天终于买到了 跟他拼下去 今天一个反转下杀 直接杀到敌厅 跑都来不及跑 你会发现 如果你每次都喜欢这样子 大涨了 重压流仓下去 拼个一把 一刀穷一刀富 最后不小心就是一刀劈马步 这样可以吗 当然不行 可是相对我们做当冲 可以用当天进出 严格控制风险 避免说你重压流仓 股价跳空大跌 跑都来不及跑 对不对 重点是我们用有机率的短线操作 但是要达成长期稳定的绩效 关键就在于每天按照SOP 第一步观察盘式决定多空 找到符合条件的个股 确认转折果断出手 最终要遵守机率 理性操作 所以你看到 有攻击机会 我们也短多买进 对不对 这个月滑星光细光子题材 发现搭户洗完盘 准备再度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157 辽建式档建式二十合一 转强讯号出来 157附近先做买进 买完之后一波吉拉 161.5 这个地方最高 我们160.5附近 先卖一笔 获利如带 再来到了尾盘 这地方不跟他拼收盘 159附近全数卖出 再获全数出勤 有人找盘 做了20张 这边先卖10张 进账3万5 这边再卖10张 又进账2万 20张下来 一天进账5万5 对不对 再来今天同样的模式 达兴材 做2奈米这个半导体的一个 特用化学材料 但是虽然说 有台积电的一个概念 9月营收连续5个月再下滑 这种有题材 营收却下滑的 我一般都只建议 短进短出比较适合一点 那今天发现了 大户在这个地方洗完盘之后 准备叙事攻击 破键式出键 转强讯号出来建立会员配合 251附近短多先买 你看这9点34分发出指令 通知会员 短多5234的搭星材 转强讯号出现 251附近先做买进 那这地方9点34分发出指令 到9点41分都还在拉回 拉回来最低有249可以买 买完之后一波急拉上去 到了9点52分最高来到259 我们也不贪心这时候 金益会员配合早盘251 短多先买的达星材 一波急拉大涨 市价在259附近 先出一笔入带为安 有人早上买个12张 拉上去卖个6张 这时候一张8000 6张48000入带了 剩下看看有没有机会目标达正 或是收盘前卖出 不过今天卖完之后后来股价上去 又被打回来 出现我所说的两派大户在那里 就越厮杀了 有人拉但是逢高也有人在出 这样的风险变大的情况之下 我就不跟大家硬拗 所以剩下的这地方 我们会在成本附近建议大家 先做卖出 251附近先做卖出 收回资金 所以今天这地方操作12张 这里6张卖出48000入带 其他的成本附近收回资金 你看到稳稳的 今天至少也有48000 放进口袋 当然目标还是像我们之前操作创为这样 隔日冲大户锁完涨停 隔天大户拉高出货 若见试雕见试 二试合一之下157先卖 打下来152.5先补一笔 45000入带 再差下来150.5再补一笔 65000入带 一天进账11万 联光通同样隔日冲大户锁完涨停 隔天大户趁利多见报拉高出货 我们逢高也是跟着先做卖出 卖完之后下杀翻黑 53.4先补一笔36000入带 再杀一波52.4再补一笔 这地方66000入带 一天进账10万 你看不是不可能梦想 目标还是这样 就是这样稳扎稳打之下 当天进出帮大家严控风险 有机率的短线操作 但是我们追求的是长期稳定的绩效 那如果投资胖认同我们这样的理念 更认同县荣老师家 每天在坚持不说谎不骗人 有赚没赚 我们都在诚实报告买一笔操作 欢迎大家缘分到了 来找我们一起征服股海共创双赢 那现在不管是想跟着做波段 接下来布局平盖的新黑马 还是想跟着做当冲 文渣文打赚钱 运达投顾39年请 感恩回馈 现在加入年后起算 先来先赢 先来先把握赚钱机会 想把握的广告休息时间 都欢迎来跟我们做联络 休息一下第二阶段 马上再回来 27810909 27810909 并打不顾 极品超盘团队 由康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用心重诚信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恰许推荐 零儿27810909 2781090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再度提醒大家 当台北股市 现在在大盘高档震荡的时候 当然我们操作 仍然是这地方步步为营 谨慎而为 想做波段 记得 不要到处追逐强势股 很容易满天赚金条 一追又套牢 最后赚指数赔价差 跟着我们锁定 有成长 有存股价值的好股票 趁着拉回逢低减便宜 之前推荐大家的茂林 是不是在大盘拉回的时候 股价跌下来的时候 逢低买进 等到涨停 涨停 创新高 等着赚钱就好 对不对 接下来同样的苹果新黑马 趁着低档量能转强 法人买超筹码转强 接下来站上起涨点 这种个股记得 想掌握波段获利 不要等到大涨了才去追 今天跟着我们拨下希望的种子 明天就有机会享受快乐的果实 如果说想做短线跟总的快打当冲 盘中满手赚了就走 盘后空手高枕无忧 依旧是最佳选择 每天我们会提供给你最多两档当冲股 做操作建议 清除的告诉你该先买先卖 清除提供进场价 预设停损 获利目标 没时间看盘 老师帮你看 到了下简讯通知 无论如何当天待进 当天待出 就是这样的原则 今天搭心财 有没有发现大户洗完盘 准备转墙再发动一波攻势 破剑式251买进 拉高259先出一半 45,000稳稳的先放在口袋 其他的打回来成本 我们收回资金 今天至少一个动作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进账四玩八不是梦想 再来看到创为目标 还是将157先做卖出 打下来45,000入带 再杀一波65,000入带 一天进账11万 也不是梦想 连光通这个地方逢高 我们54.6先卖 杀下来防黑 先补一笔53.4 再杀一波52.4 全数回补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一天又进账10万 不是梦想 就这样稳扎稳打 当天进出严控风险 有机率的短线操作 达成长期稳定绩效 如果想想把握的投资炮 不管想做波段 想做当冲 我们都诚心邀请你加入 由我亲自带领的 极品操盘团队 把握30周年庆 感恩回馈现在加入 年后起算 现在先赢 欢迎指名加入 由我亲自带领的 极品操盘团队 让我们一起来 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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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